Hello 大家好 朱春奴 再有內地機動遊戲發生意外事故 根據內地媒體報道 在27日即昨日傍晚6時半左右 位於深圳遊樂場歡樂谷過山車雪域紅櫻 發生兩列過山車追尾事故 據網上流傳的影片顯示 看到兩列過山車應該在室內的路段發生碰撞 前面那列過山車撞到歪了 見到有人協助救援 不知他是過山車的乘客還是工作人員 據報事故造成百人受傷 要緊急送院搶救 根據網傳的照片顯示 部分人頭破血流 扎到白頭摩摩的送去醫院 而網傳深圳廣大醫院貼出的公告 急診室有多人要搶救 如果要看醫生 需要等大約4小時以上 叫大家可以著情選擇其他醫院 遊樂場歡樂谷指出 事發原因正在調查中 有關設備已停止運營 將會進一步 對園區所有設備進行全面檢測 根據深圳福樂谷官網介紹 涉事的過山車雪域紅鷹 以2億巨資打造亞洲最高最長的彈射式過山車 可以2秒提速狂飆至135公里 高速疾磁 60位垂直跌下來 90秒全程瘋狂心跳 四柱最大加速度 可以為乘客帶來上天落地下海的三棲體驗 這次真是玩出火了 不過這麼刺激的東西不太適合我 好 集體聲音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 記得訂閱、按LINE和SRCH 我們下集見